今天呢我请到一个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静子令 哥你能跟大家说说当初你是怎么收到静子令的吗 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 十多年了 为啥收到静子令呢 就跟老外打架吧 跟老黑还是老白还是老末 老黑 哦就那老黑 就是那个环球影城那打架的那老黑 那他怎么还要给你发钱 静子令啊 不要因为我做旅游的嘛 那个地方基本上我们每个星期要去几次 我不能说天天去 但是一个星期要去好几次 就是本来来讲的话 就那个地方的那些人 我们都比较熟 因为他是做那种cosplay 然后去跟游客拍照合影 做小费的嘛 就这种人 然后我们每天去的话 我带着游客去 就跟他们也都很熟 走前面 但是我估计那一次也是 那老黑可能要喝酒喝多了 然后他找我要钱 我说 我又是干导游的 我又不是游客 对不对 你找我要什么钱 他说你的游客拍照了 那你要给我钱 你的游客没给我小费 这是敲诈勒索啊 对 但是我当时呢 我就没理他 没理他之后 然后他后来就追到我车那个地方去 就问我要钱 但是后来我想说 那我就给他那几块钱 就完了 但是我当时口袋里面又没有零钱 我就只有二十了 那我又不想给他二十 嗯 对吧 那后来我就想说 他是个男的嘛 那我就想说 那我有游 我说给你游抽嘛 嗯 对吧 我就也不要游 那后来就是可能久劲上来了他 然后就看我又没给他钱 然后他又烟又不要 然后他就踢我们那个旅游车 旅游巴士 那我就就 刷来劲了 对 让师傅开门下去 我本意是想要把他推开 就不想让他继续去踢这个车 但是我下去了之后呢 他就问我扑过来了 那我想说那老黑这个铁 也不是小巧玲珑的 他扑过来呢 我肯定我不能让他扑过我 对吗 结果呢就 本能反应就 就打他了 然后 反正打了能够几分钟 最后老黑打他一下了 然后 后来人家就报警了 你这起格挺扛躁啊 然后人家报警了 那因为旁边有很多 就是他们一起的 就是也都在这 要钱 要钱就是做cosplay那种合影 要钱的一些人都认识 当时也是有人过来要上来帮忙 但是后来那我就 我一看人多 那我也不能就傻吃亏嘛 我就 换到那个巴士车里面 把门关上了 后来呢 他们有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 然后说 把这个人就救护车也过来了 把这个老黑就给带走了 带走之后 然后警察就记录我的个人信息 这些东西 电话呀 然后地址啊 姓名啊 然后我十万号这些好多东西 然后呢 当时呢就是给我带走了 带走了之后 然后 还训了个像 用国内话来讲 就算是追溯 还是怎么样 反正东西都叫上去 然后拍照片 前面中间侧面的拍照片 反正在那待了一宿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下午吧 然后说那个被警弹拔做完了 说也没有什么就是白骨 那个犯罪记录 就是错的不好的这个记录 然后就把我放走了 但是呢警察说呢 说对方要看对方就是要不要告你 保不保留最后我责任的这个权利 对人家要不要告你 要不要告我吧 然后可能过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 然后我们公司就我当时上班的那个刘公司 那个公司收到了那个警察的电话 还有信 就是找我这个人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他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我们报留了这公司的信息嘛 啊 然后 就通过公司又找我 然后问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那就是又去了一次警察约 就把那个过程又详细的又说了一遍 然后 过了很 呃 多久了 差不多的有个两个月吧 两个月这样 嗯 然后 我就收到那个信吧 就是 他是邮寄到我们公司去的 嗯 然后收到那个信就是里面就所所谓的 就是说那个 进 进 对 但是这个精灵这个东西的话 他不是说 不让你出门啊 或者怎么样 也不让你去干嘛 他的精灵的意思就是说 你之后如果再碰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不能够进入到就是他身体范围内多多多多远 我旁边来了 那问题也不大 旁边正好有个警察拽过来 他会救你吗 也不会啊 就告就 就告诉你违反了 你你违反机令 你离他稍微远一点 你就离他就好了吧 啊 这个机令的 这个机令的初衷的目的是不想让你对他进行第二次伤害啊 对 所以说 在我理解的情况下就是我只要不故意去特意去接近他去呃身体范围内多进或者是不特意去对他造成二次伤害的话这个机灵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那他呃后来还有找你麻烦吗 你没有啊 这个东西就是你后来碰到过他吗 都他们都是带着面具的那种抠粹的跟人家合影的你谁知道谁是谁呀我怎么都知道哪个是他呀 但是他呃为啥没请那个那个谁律师去法院告你让你赔钱呢 他告我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告我的但是那个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你告我呢我就挺着呗那我也找人呗对不对我也找去吃呗 嗯 这个东西最后的话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本身他这个事故发生地的话是在我们旅游巴士旁边是他先上门挑衅 他没有任何理由去跑到我们旅游巴士车上去做这个一些这些事情的因为他是追到我旅游巴士上去要钱的嗯 那首先这个是他本身他自己的不合法的嗯没进入我啊远许的话那他是不能够上那种滑滑滑车上去那是我们四人财产对啊 所以说当时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不了了之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有禁令的话我之后我又不知道哪个是他那么这些人天天都是带着面具的对不对又化妆的啊就算我知道是他那我 我想要去追守这个禁令的话那我离他远一点就好了吧嗯对吧那有什么呢 但是我看我上那个网站上说那个禁令是必须要由法警或者是那个呃专人送达给你啊你这个是邮寄给你还是他是这样他会先通知你你要去警察局的啊对我之前不是说我们去过也去过一次警察局他联系到我之后我要去警察局的啊那警察到了警察局之后的话呢警察就会跟你去讲你会他们会做什么怎么样去做嗯对然后呢你又去他就会提前通知你说哎他们已经对方已经申请了这个禁令 啊会通知你然后你会收到这个禁令啊啊这样的就是说那他有有的时候会要求什么呢就要求法庭的人嗯如果你走法庭的话他有法庭的这种啊法庭的专人去给你送达啊对我就是说警察的话呢是警察当时警察都没有跟我说这些具体的细节但是我是收到直接收到这个信件的啊 啊对直接收到这个信件的但是有可能会有区别吧我不太清楚啊那这个禁止令对你的生活有没有造成或者对你以后工作啊生活啊有没有呃造成什么影响有不方便的地方啊说实在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影响的呃唯一有影响的就是你打架的这个记录 会记录在你的个人的案子上面就是每一次如果说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伪装警察去调查你的背景记录的时候会发现你有一个打架的这样一个记录那你在美国跟老木尔也打了老白也打老黑也打了那到现在有 不是你打架是正常的但是呢不是说你打架了就都会有记录你因为你被警察抓进去了你才有记录你没被警察抓是没有记录的啊就打完就跑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啊就打完就得跑了不能被警察抓进去我我声明在上面就是不是我每次我主动去打人家的只不过我主于全都是处于被动还击这种就是自卫还击对嗯那警察讲道理吗你跟他说我们是自卫还击 其实他讲道理啊讲道理是吧因为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警察会跟你讲一件事情就让你当事人双方自己去选就是说你可以告他嗯他也可以告你就是谁对谁错警察让法院去承担嗯警察这样说的就是说谁对谁错这个东西很难去判定嗯就是说警察会讲你告他他也告你最后的话呢那你赔上他的他赔上你的然后呢耽误你们的时间然后浪费你们的钱嗯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愿便去告嗯那基本上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双方如果不是受伤特别严重或者是怎么样呢基本上双方都会就是说哎算了就不告了嗯特别是这两年加州这个重型犯都放出来了你打个价消他一顿也也连拘留所都排不着你都轮不着你觉得他就是说你去告的话可以去告但是没有任何意义你也得不到赔钱嗯对不对对方 对方赔钱你同样赔钱你同样还可以赔要退赔给对方钱的嘛嗯然后最后你的钱拿到的钱你也花到医疗费上了花到律师费上了你就穿不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嗯感谢我哥给大家讲讲他当时拿到禁止令的前因后果他说了让大家千万不要人肉他不然你早上门他真揍你啊 好啊